这才是虾仁滑蛋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逸 过年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 虾仁滑蛋的家常做法 鲜嫩爽滑,咸鲜四口 老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虾仁200克左右 也可以用新鲜的大虾来剥 一定要把这个虾仙清除干净 我这个买的是开背的虾仁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把有虾仙的地方用刀像这样片一下 然后去掉 再放入水中,稍微多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置水清亮 然后捞出几干多余的水分 再准备一张厨房用的纸巾 也可以用干净的毛巾放在上边 尽量把水分蘸干一点 这样在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测测口感好 把蘸干水分的虾仁放入盆中 下面来先调个底味 放入少许的盐 适量的白糖活为提鲜 少许的胡椒粉去腥 料酒适量 然后用手向着一个方向 把料汁抓拌均匀 抓拌至看不见汁水 虾仁表面稍微起黏 再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生粉都可以 抓拌均匀锁住水分 让虾仁吃起来更加的嫩 接下来准备少许的酒黄堆 清洗干净切成段 没有的也可以用蒜黄代替 切好放入碗中 再准备新鲜的母鸡蛋 五六个打入小盆中 放入适量的盐 调底味 少许的白糖活为提鲜 一点点的白醋 可以使用炒出的鸡蛋 更加的蓬风鲜嫩 然后用筷子 向着一个方向 把鸡蛋搅拦匀 导致鸡蛋冒泡 这样就可以了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 先把锅烧干 防止炒鸡蛋的时候粘锅 锅炼造的菜 为什么好吃呢 就是大骨气 锅 这样弯一下 让它受的更均匀 烧至锅底冒烟 然后再倒入干净的食物 锅先这样放一下 也叫润锅 油温烧至四层热 开小火 下入虾油 把虾的油 下锅后 用小煮推上 大概十秒钟就可以推 这个不要滑得太多 可以影响虾油鲜嫩的推上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煮盘的煮盘 稍微 然后倒入鸡蛋液中 锅中再次下入少许的葱油 用葱油做这个菜味道更香 油热后下入鸡蛋液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烹饪小 炒这个菜火切切不要大 少吃中小火炒就可以了 如果火太大炒出来就吃不出鲜嫩的口感 而且炒制的时候动作也切切不要大 静静用勺子慢慢的来回推动就可以了 各位好朋友 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炒制鸡蛋液稍微进行 大概九成熟就可以了 切就不要炒的菜了 如果都炒的鸡蛋液表面发黄了 这个菜吃着口感就不好 然后盛出装入盘中 这道鲜香嫩滑的虾仁滑蛋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